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宋有名的大奸臣蔡金 作恶多端 贪婪齿迷 据记载 蔡金爱吃鞍唇羹 一顿饭就要杀掉三百只鞍唇 某天夜里 梦到数千只鞍唇前来索命 心中大惊 才不敢再吃鞍唇 而他的子孙们 由于生于富贵之家 竟还以为平日里所吃的白米是从草席代里长出来的 如此奢靡成性 蔡金命中福禄 早早就被消耗一空 等颂清宗即位后 更是厌恶其人 将他流放千里 蔡金携带大量金钱 来到索贬之地 本以为还能再像当初一般纸醉精迷 谁知却被当地老百姓认出 竟是谁家都不肯卖与他吃食 最终 八十岁的蔡金病困交加 活活饿死在一座坡庙里 无一人替他收尸 就连他的儿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 史书记载 蔡金有八个儿子 其中六个惨死 两个被发配充军 最终被杀 而孙子被的 也被分配到了蛮荒之地 无一幸免 可以说 蔡金的儿孙就此断绝 人生在世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众福的福 众恶的恶 虽说因果有三世轮回 但其实 绝大多数人的因缘果报 不需要等待三世 很快就会在其亲近人身上得以显现 所以 身为父母 给孩子广众福田 比留下钱财更重要 绝罪福金有云 先是不不失 今是则贫穷 父母给孩子花许多钱 想很多的福 其实在损自己孩子的福报 真正对子女的爱护 其实是父母以身作则 多做善事 广积福德 而你有没有福 看父母就知道了 二 给儿女赔福 比给钱财更重要 大制度论中说 富贵虽乐 一切无常 五家所供 令人心散 清造不定 人生无常 所谓的财产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不是拥有 而是暂为保管 谁也带不走 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 人应该存福报 胜过存钱 贵儿女修积德行 才能量大福大 厚富无穷 有一个吝啬的富商 某次大灾后 一位禅师曾请他捐赠银两义务救济灾民 富商却装聋作哑 一点也不愿意花自己的钱 禅师问他 你可知 留住钱财的方法是什么吗 富商自豪地说道 当然知道 到了我手里的钱谁也别想拿走 不散之据 钱自然会越来越多 禅师摇摇头不再多说 几年后 富商将攒下万贯家财 平风给了两个儿子 希望儿子能过好 也能将家族传扬下去 可得了巨大财产的两个儿子 没用多久 就将父亲的钱财败了个金光 原来 两个儿子自存钱财富足 又无人管教 很快便染上了赌博的陋习 步步沉沦 最终败光家财 晚年穷困潦倒而死 富商在巨富中死去 儿子却因穷困而死 可见没有福报 再多的钱财也守不住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 中国著名的钱氏家族 钱氏祖先是杭州五代十国的钱流 钱流为人良善 生前建交修讨无数 家族福德也积得很厚 延续千年至今 钱氏家族依旧人才辈出 钱学森 钱忠叔 钱伟长 钱三强 后代兴旺十足 据记载 钱流临终时留下十余条家训 要求子孙忠厚善良 勤俭孝顺 于是才有了截然不同的家族结局 正如古语所云 既因德于冥冥之中 以为子孙无穷之计 父母为子孙欺负累得 才能有延绵不绝的福泽 上天从不会亏待任何人 现在吃苦 将来享福 行善不失 既下因德 有因德 自然就能感召来更多的福德 既善之家出贵子 不善之家无此福 父母想让孩子将来不受苦 就要从现在开始 为孩子积福 而你想的福 其实都是父母积的德 佛家有句话叫凡夫为果 菩萨为因 福德浅薄者 日日受苦 福德身后者 享福不尽 世间众人不想求善因 却想求善果 必然是虚妄 唯有德行 才是善果的根本 唯有积善 才是累福的捷径 学会这样的历史之本 比拥有家财万贯更重要 为人父母 行善惜福 才是在为孩子赔付基福 爱孩子 就多为孩子储存福报吧 格局等于结局 何为格局 格局不仅是自控力 更是大胸怀 是一种涵养 更是一种高尚的品格 格局大的人 不会自诸弊教 不会征求太多 更不会因为揪着他人无意间的过错不放 而是把时间精力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格局大的人 一般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且大度能容 这样的人 往往人缘极佳 随着格局越来越大 他的眼界会更加开阔 事业也会蒸蒸日上 人生也会风生水起 终会获得想要的成功 一 越是无能的人 越爱动怒 王小波曾说 人一切的痛苦 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深以为然 一个人越是无能 越爱动怒 其实 我们很多人 因为自身格局太小 所以才挨动怒 最后把无关紧要的小事都当成了烦恼 曾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老夫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 有一天他去找高僧求教 高僧听完他的讲述 把他领到一间禅房 啰索而去 妇人气得破口大骂 骂了许久 高僧也不理会 妇人便开始哀求 高僧还是置若罔闻 妇人终于沉默了 高僧来到门外 问他 你还生气吗 妇人说 我只为我自己生气 我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受这份罪 连自己都不肯原谅的人 怎么能心如止水 高僧扶袖而去 过了一会儿 高僧又问 还生气吗 妇人说 不生气了 为什么 气也没办法啊 高僧又离开了 当高僧第三次来到门前时 妇人告诉他 我不生气了 因为不值得气 高僧笑道 你还知道值不值得 看来心中还有气根 再过一回 当高僧迎着夕阳立在门外时 妇人问道 大师 什么士气 高僧将手中的茶水倾洒于地 妇人视之良酒 顿悟 寇气而去 我们的生命就像高僧手中的那杯茶水一样 转瞬间就和泥土化为一体 有什么好值得我们动怒的呢 人生苦短 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又哪里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去动怒呢 一个人 越是无能 越爱与人动怒 为不值得的人生气 为没意义的是劳心费神 最终心累的是自己 生而为人 发出脾气是本能 而收住脾气才是本事 无论是与谁相处 都不要轻易动怒 不要让情绪支配你的思想 做出错误的决定 少动怒 少责备 多体谅 把怨气赶走 把快乐留下 二 越是厉害的人 越是懂得宽恕 林泽徐先生说过 海纳百川有荣乃大 山高万人无欲则刚 一个人 越是厉害 心胸越宽广 往往越懂得宽容 人这一辈子 心有多包容 有多宽厚 我们就活得有多舒坦 不去计较是是非非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断拓宽自己的心胸 才是我们每个人今生的修行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向被人们称作礼貌待人的楷模 有一次 周总理请一位姓朱的理发师给他刮脸 刚刮到一半 周总理忽然咳嗽了一声 朱师傅没提防 刮了个小口子 朱师傅心里一阵紧张 忙说 我工作没有做好 真对不起总理 周总理微笑着宽慰他说 怎样能怪你呢 全怪我咳嗽没和你打招呼 还幸亏你到躲得快 事后 周总理还一再向朱师傅道谢 尽力消除朱师傅的顾虑 精无足斥 人无完人 人活在世间 都不是完美的 谁都有缺陷与不足 每个人难免会犯错 与人相处 无妨多盯着人家的长处 别揪着人家的短处 一个人 懂得容忍 与人理解 试着原谅 给人机会 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厉害的人 学会宽恕他人 并不是纵容 而是心胸大度 格局大的表现 很多时候 让人三分又如何 量人一次又何妨 走在人生路上 学会赠人玫瑰 手才会留有余香 与人方便 实则给己留后路 做到容人 才能获得被人尊敬 宽恕他人 才能做到被人容纳 三 你的格局 决定结局 一个人的修养 决定了他的心胸 一个人的格局 则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 你的格局 就是你这一辈子的结局 人活在世间 最令人叹服的并非是你的背景 你的学历 更不是拥有多高的名利权势 而是你内心的格局 大格局的人 不与人斤斤计较 不道德绑架他人 更不会背信弃义 而是懂得感恩 明白他人为你伸出援手是勤奋 不包你则是本分 不会怨恨 责备任何人 他只会寄人好处 回馈他人的恩情 真心是一代人 善良处事 格局大的人胸襟宽广 眼界广 视野开阔 为人正直 人品端正 时刻刻守本心 真诚待人 最终也能得到他人坦诚相待 受到温暖与他人的理解 人活在世上 一定要好好修炼自己的格局 当自己格局足够大 情绪稳定 不怨不恨 足够宽容时 你的运气一定不会差 余生 愿你我都能拥有大格局 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懂得换位 学会宽恕 问心无愧 舒坦轻松的生活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禅佛频道 请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